无尽的苍蝇 挣奋不屑 超脱了顽固的不朽 处在世界 命运的轮回 小心指点 藏在大地 驻在城府 拯救苍生 超脱未免 大驻在 明知道黑雾吞噬碰到的东西 为什么要去碰它 队长 这黑雾 是毒 这毒有着穿透灵力的能力 我方才尝试用灵力攻击黑雾 那黑雾反而是这灵力缠了过来 等等 你说这黑雾是毒 应该是的 天无绝人之路 牧尘 你要干嘛 放心 我有办法 你 你能吸收毒物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黑神毒指虽然厉害 但其中毒力只能从外界获取 之前黑神毒指中的毒力 与魔形天交手后都差不多用完了 这次终于能补了 这毒物能腐蚀灵力 虽然没有黑神雷毒 那般霸道但也不差了 正好可以当做新杀手锦 不用担心我 不用担心我 这片毒物伤害不到我 而且对我大有弊 那 那你去吧 但是一定要小心 这两人 这两人 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秀啊 来吧 黑雾 黑 他对付毒物 非得摆出这么傻的姿势吗 呃 这就叫 男人至死 是少年吧 是少年吧 大功构成 问题解决 我们走 黑雾尘 小心 咦 这里今儿没有黑雾 快逃 我颠后 我们圣灵院盯上的人 没有谁能逃掉 夏侯队长 你还真是属狗的 钻空子的时机抓得还真好 今日之仇 之后我一定加倍奉还 别操心报仇的事情了 今天死定了 他们是谁啊 那女生是万皇灵院的唐妹啊 实力仅次于温清玄 男的是 圣灵院四圣子之一的夏侯 唐妹儿他们看上去都中毒了 这人 是趁火打劫 而且这唐妹儿 怎么看着 有点眼熟呢 不能让圣灵院得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事我们管定了 去死吧 来者何人 北苍领域 队长牧尘 北苍领院没人了 竟然让一个通天竞当队长 你就是墨尘 嗯 小子 你是想英雄救美 实力不行 想得到挺美 英雄救美倒是说不上 主要是我看圣灵院不顺眼 所以主动来给你们添堵 就凭你 动手 杀了唐妹儿 难怪你敢站出来 原来队伍里还藏着高手 我都要看看 你们北苍领院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该行御守 换我 来和夏侯队长过几招 你 你不是通天竞吗 为何能接住我全力一接 军队 并不代表实力 夏侯队长如果还想打 我们奉陪到底 行 人多势众 老子不奉陪了 下次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 走 唐小姐 你们没事吧 不愧是我妹夫 果然靠得住 啥 妹夫 妹夫 她是你姐姐 我不认识她 她绝非我洛神族人 我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还不解释 我不知道她妹妹是谁 怎么可能会是她妹夫呢 你们不要听她瞎说呀 怎么回事 那边的妹子也是你女朋友 那我妹妹算什么 亏我妹妹对你一直心心念念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等等 你是唐妻儿的姐姐 还算你有点良心 记得我妹妹 我会告诉我妹妹 你是个大渣男 让她对你趁早死心 气死我 队长 啊 气到吐血 这么激动吗 快把唐队长坐下 血毒发了 你们是中的黑雾的毒吗 不是 我们是被人偷袭才中毒的 那伙人十分诡异 似乎可以操纵这些数目 我们猝不及防 这才中了他们的毒 竟然隐藏着如此厉害的队伍 而且看起来 不是五大院的队伍 这领院大赛 真是卧虎藏龙啊 后来呢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又为什么会遇到夏侯 那伙人在急着找什么东西 半天攻不下我们就退去了 后面遇到夏侯 发现我们中毒 就想坐收鱼利 夏侯那混蛋 我迟早要和他算账 队长 你不要死 放心 老娘没那么容易死 不过这毒阴毒的狠 一直在侵蚀我的灵力 要是万一压制不住了 你们俩就跟着 跟着牧尘吧 林珠队长看着不像好人 你们太漂亮了 我怕他们对你们图谋不轨 你胡说什么呢 要不是看你是伤患 我现在就打死你 林队长冷静冷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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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